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制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今集思先生仍然有點公事繁忙 沒有來錄影 但除了浩德之外 我們請了一位重量級的嘉賓 就是關卓趙博士 博士今天多謝你來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是中大所謂的幫 三個都是中大 三個都是中大 拉少許關係 其實我是博士的學生 所以今天跟博士做節目都很開心 博士其實這段時間 有很多不同的媒體見到你 可能評論經濟或不同的投資問題 我想今天先問你一個問題 香港剛剛搞了一個金融峰會 也叫做圓滿結束 雖然焦點有時是誰缺席 或者是有沒有陰性陽性 但你怎樣看成果 我記得這個峰會有什麼意義 或者對香港金融業 是否叫做重新出發 這些就是宣傳 立即宣傳廣告 你看到這麼多的大型機構 雖然有幾個沒有來 但大部分都來了 這些個人原因 或者是有些其他原因 不用用陰謀論 坐本人看到一些大麻沙 都來了 都是主要宣傳 因為始終有些金融機構離開了 以及都說了給你聽 你再這樣不放寬 繼續放寬入境 放天的事情 就很難 你沒有理由叫人坐在酒店 或者吃外賣 我想他說給你聽是復償 但問題是說就說了 做給別人看也要 有說沒有做 就說做得慢 他都驗你慢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宣傳 很重大的宣傳大外宣 希望做到一個效果 我告訴你香港是中國對西方的窗口 香港仍然是一國兩制 另外我們很希望你繼續來 我們是金融中心 就像特首所說 最差距過了 最差距過了就反彈 股市最差距過了 但教授提到復償 似乎基本是復償 不復償也說不到 如果在教授的角度 可能以你了解或分析 你覺得香港復償 究竟是何時才有機會出現 可能不是寧家寧的政策 是完全沒有這個防疫政策 我覺得起碼過幾季 寧家寧是 你要考慮到內地復償 意思是起碼與內地接軌 不是與外國際接軌 就算從一個旅遊業的角度來看 外來的旅客只驗兩成鬆 內地旅客七成鬆 如果那邊是持續的 你很難有大量內地旅客來香港 你只做一個國際客 金融中心只做國際客 我也不會用一個國際客 起碼要接通了內地 完全是有效 接通可以出入 當作沒什麼事 這就是真正復償 對香港很重要 因為香港現在的整體四大支柱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出入口不定 那個旅遊業不定 我最近看的數字是 旅遊業的佔GDP只有0.4% 過往是4.5% 即是省略 是九成 即是你斷了 只有一條柱 就是所說的金融 但金融的部分 其實是說越來越大 不是越來越大 是因為墳墓小了 我回答你便可以 你別說我安排 因為那裏倒閉了 現在只剩下兩頓飯 才是有經濟動力 其他大部分都沒有經濟動力 主流 浩德你作為遊戲經理 你怎樣看今次的金融峰會 你認識很多外資 例如購買或售賣 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怎樣的 第一 金融峰會主體是向外宣傳 是對外資 是有一個政治任務 因為就是外資看淡白露 所以你看到中國相關的官員都出來說 外面應該對我們的理解 要重新理解清楚 希望將雙方拉近 很明顯過這段時間 我想是政治的原因 中國和外的關係其實是疏遠 很多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其實很簡單 但我覺得是一個思維 雖然他們有很多想法 但到最後都是說所謂的 經濟學都是說 它的原動力很簡單 它是一個賺錢的機構 如果賺不到錢 它就意欲低 如果賺到錢 即使有很多政治阻力 它都會願意賺錢 但問題現在 對很多外面的機構 它對經濟或賺錢的機會 信心就開始下降 香港和大陸都是一體 我覺得對外國人的理解 是一體的 中國越來越別是大陸的窗口 外資的想法很直接 過去十年 大家看恒新指數 過去十年 港股買一買A股 它賺不到錢 它是沒有理由做這件事 就算政治不正確 作奸犯科也好 你賺到錢 你也有理由去抗辯 過去一定時間很明顯 賺錢的能力 或投資表現很差 再加上現在對外國人的政治不正確 他們沒有順利成章 覺得會減少投資 所以今次的金融豐盟 其實就是希望 尤其是過去這兩三年 再加上 因為我們疫情的政策 令到香港有少許孤獨 越來越多理由 令他們忘記了我們 是否有一個方法 可以將他們吸引回來 今次當然 特首都很大力宣傳 我們重新出發 這是一個開始 但你會否靠一個金融豐盟 扭轉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覺得其實不容易 不過至少有個心去做 其實也好 當然整件事要扭轉局面 當然不容易 因為這不是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再比較高層次 就是中國經濟和外面的經濟 中國和外面的關係 其實透過香港便會反映出來 如果大陸希望改變這件事 可能透過香港也是一個視點 即是和外面的關係 會否是一個修補的視點 疫情政策 譬如我們在香港會首先放寬 如果成功的話 中國大陸會覺得是一個面子 我們覺得是時候要檢討國防疫政策 香港作為一個視點做得好 有成效 外面亦受歡迎 香港亦受歡迎 而對照國內 可能會否更加推行得容易 我覺得香港的價值現在在這裏 譬如浩德提到 金融機構在香港找到錢才會回來 但高層次是關於中國經濟問題 教授教經濟 你怎樣看中國經濟 這段時間會否 未來幾季或一兩年之內 會有大一點的跨幅 令香港或外資都會受惠 我想大家知道 他們的經濟在一個動態清零之下 經濟活動的確是弱了 雖然第三季出來經濟增長是比預期好 但失率是高 另外你看到 他們都會受制於出口貿易的東西 因為香港是看到的 香港是差的 內地一定是很差的 還有你看到一些所說的 上海的航運指數 集中商的東西 整體而言 內地本身現在 真的在換屆 就是塵埃諾定 但我想大家還要衡量 他們這班新的人的走向 是否跟先好像林一強那些 是比較開放的 還是以一個意識形態 是要堅守制度的 他們是想制度的 在經濟增長方面 這就是外面看內地的制度 那裏有些感覺是不同了 另外一件事是 他要表示自己的能力 可以推動經濟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有些大政策走出來 你只是說動態性靈異 沒有政策可以維持經濟活力 人家只會看 你的經濟慢慢放緩 要何時好 是否要全部搞定 你沒有疫情爆發 或者人們不會死才開放 這些問題很大 不明忍受 不明忍受就是 他們不知道 你將會做甚麼 如果維持這件事 他們覺得對經濟來說 是一大量的逆風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 新一屆這群人 就有些叫大動作 來穩定經濟 還有好像 在風口裡面 你看到內地的金融官 就說 都很清楚說 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們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他們相信 他不會很短期內 會令香港像內地城市 他仍然要告訴你 我仍然需要外匯 我仍然需要美金 他仍然需要 有些金融的貿易發展 你看到他不斷地 互聯會通 已經去到ETF 很多事情 現在又改制 就算不賺錢 公司又如何來 很多人說 這樣可以上市香港 因為他看到 港教授我都是探死水 看了成交 是的 所以你看到的資金 是流走了很多 因為外資不參與 大部分外資不參與 現在的情況下 你要扭轉一個形象 就一定要吸引 別人來玩你的場 怎樣做呢 制度上要改變 不是做事要說得出 還有中國內地一些 很明顯的政策 穩定經濟 還有有一個傾向 動力清零不會持續幾年 我想要給外面一些所說的訊息 而外面才有信心回流 但這不是我們可以完全控制 是內地的政策 現在金融圈的流傳 要鎮到場 像教授剛才說的 大動作 可能是當年 鄧小平藍巡 那種上升意義 我認為這段時間 我認為憂慮也不單單是疫情 我想更加是整個 即是內地的發展方向 那個遊戲規則發展方向 我覺得是比較 那種不同的因素 就是換了這群新的人 但是過去十年 你倆強是以開放發展為基礎 有甚麼要搞經濟 如果你說有甚麼是以社會穩定 共富那些東西 變成那些人就會問你 你就忘記以前做的那些可以賺錢的東西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一定是要推出一些很明確的政策 例如2008、2009年 你都扔了4萬元下去 兩年 我知道你在做甚麼 有去槓桿 供給汁 我知道你在做甚麼 例如車輛那些 我知道 免稅這些車又可以減稅 但我現在不需要這些政策 我需要更大的政策 更大的政策就是 有甚麼可以令到現在的經濟 放緩的情況 可以有些新的招數 可以穩定到它 因為很清楚 你看回大學生 失業的狀況 他們的解決方法就是 讀第二級 第三級、第四級 不需要去讀心 不是讀石、石、石、石 博士 讀財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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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 讀財政、財政、財政 那你就不出來 就沒事 但實際情況你解決不了 沒錯 這個問題就是 經濟的動力不夠 是創造不到足夠的職位 而且現在內地的消費信息是低的 很低的 我看回數據 他們都明白發生甚麼事 如果他們憂慮展望 就算樓市說我穩定到 他們的期望是向下走的 大環境是向下走的 他們是不會買樓的 買樓的力量 已經超越了南美樓的問題 這是他們對市場的價格 已經不是當年的長升長有 有些人憂慮買了就錯 這就是一個大環境的改變 起碼要很大的動力推動經濟 經濟帶動自然 人們賺到錢或經濟信心回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但要重拾經濟信心 不令大部分人比較被動 或是少許悲觀 你是要做很多事情 博士你提到樓市的信心 或是前景的看法有點逆轉 其實香港也有少許相似 我知道你對香港樓市也有研究 近來的走勢比較偏弱 甚至越來越多人看淡 之前都覺得不會跌 你怎樣評價香港樓市 你覺得會否前景比較差 這刻是否不應賣樓 我會等 就算你現在去賣樓一定會坐價 坐10%至15%坐硬 因為起碼你知道有些博士的移民盤 另外一件事實在是大部分人的心態 雖然有很多人供完樓 6至7成左右 但有儲存力不代表他不是 他覺得價格會持續跌 他又會算了 香港人有很多家庭 好像超級一層樓 當時富幹的發揮是支持樓 但富幹不需要富幹 子女去了外國 現在買都買外國樓 導致我們馮小波的導演內地女生 最近爆買八九千萬樓 他說去探親而已 送個女兒去讀書 沒錯 女兒可能要住那裏 那裏就是富幹 可能是富幹 當時頂住香港 是很簡單的 因為如果看回地面的數據 香港那裏50歲或以上供完樓 供完樓的人有超過10萬個家庭 那裏一定有子女 50歲計算數 當時大約是197年代出生的 即使是6年代那裏 已經是Baby Boomer Baby Boomer是退休的 但那些人是在香港最強勁時 賺到錢 隨時賺4、5、6、7、8層樓 都有 那段時間的匹非 去到70年、80年代 都吃得很棒 所以這次就解釋到 為何香港當年 那些人說 為何這麼貴 為何買不到那些樓 小朋友買不到 不是小朋友買樓 是爸爸媽媽幫他買樓 買不到樓就買不到樓 爸爸媽媽就坐艇 不要買 大部份的爸爸媽媽 幫得到他更幫 變成他公園 有很多因素 所以看到 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些所說 你數的人數 數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慢 可以支錢沒樓市 不是 財富是藏於他以往那班人 因為有很多錢 我認識一些朋友 一個朋友 四個女兒 每個女兒一層樓 賣給他 那便不用 自動一個家庭五層樓 所以你要入世看數據 這是真相 社會財富藏在上一代 你不知道那人有多少財富 他一家的家庭隨時兩三層樓 已經很有錢 而且財富可以再回財富 你用它 又要幫孩子買 不買不到整層樓 就給首期 可能現在時間會較早 現在十一月 但問博士的問題 如果給你預測 2023年樓市 你覺得會升至跌 或者仔細說會跌 或者會升至多少 我都是看跌的 因為我不知道年尾移了多少文 移民那群人不是真的移民 有很多都是在做工 可能是中產、中上產的那些人 首先他移民要賣樓 但未必一定賣 可以留層樓 但起碼他不賣 我擔心現在的父母也有看法 不會在香港賣樓 叫兒子離開 他讀書 然後我買樓給你 在外面賣 所以我看過制度上 你除非說話 是很穩定 制度上的改變 不是被人感覺是難以捉我 這方面是很重要的 因為外資離開 內資 你以為那些鄉人蠢嗎 他們不蠢 看到外資離開 他們也知道發生甚麼事 為何會有這麼多疑問 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所可以的 阿公最簡單 要一些有錢人來香港 不是買樓 有錢的專才 在香港 你買吧 沒所謂 人不是香港 如果要用到這招 那便在香港便沒事了 你不是他買 所以引入一些新的 將來來的專才 但不是窮的專才 而是有力買樓的專才 香港有14億人口而已 但問題是為何要向我賣 阿公也有樓市價頭很大 他買在內地賣 比買在香港賣 你會看到很多問題 但樓市如果一旦看到成家量 這樣縮發冰封 其實是很大事 大家看得很淡 但幸好香港為何這麼慢 因為香港有六成多公元 不是九七年 九七年可以飛舵四成 但這裏因為我們二十多年後 我們很突然供樓了 變成他們可以不急扔出來 不用被迫沽貨 不過是主動沽貨 最後還有問題 那些樓市民是阿民博士 有些人會擔心現在政府 可能行政主導的執行力會比之前強 如果目標是推出多些供應 未來幾年會否真的有能力推出多些供應 令樓市跌幅更快 我想不會 我解釋給大家聽 很清楚 他現在仍然在做六四 林鄭後完結後 應該七三分越來越少 公司營業的比例 私人 我經常跟他說 這很簡單 現在七三也不用 七成半兩成半 為甚麼 你實際 你的人口 你到達一兩年 那種情況 不知減成怎樣 或者加零 雖然你說可以佈衷在內地 但內地有政策給我們 放一些人下來 還有可以有能力買樓的人士 是專才 一一石二了 又有能力買樓 又是專才 就行了 但以現在的情況 我們未必知道如何做法 我覺得整個佈局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供完樓 下的幅度很快 你看到很多人多人 下的幅度很厲害 因為浮沫爆 香港也很厲害 在這種情況下 走那麼多人 僅是增長 兩年有三個負增長 都是下10% 其實都很厲害 守得很厲害 你聽到一些盤 是虧得媽媽不認得的 那些是個別的 但你要我減的 真的要走的 但如果真的要走 都是要10至15% 即走得快點 是 變成這個情況下 大家的期望 樓是應該再調整 至少較長的時間 樓價是易跌難升 我覺得可能到2023年上半年 調整仍是繼續的 除非我們有一些很厲害的措施 例如2003年的措施 有些大政策扭轉了局面 否則我們暫時都要捱 所以各位觀眾 雖然近代樓市跌幅比較明顯 但如果真的想接 聽博士說 可能要審慎一點 或者要坐價 坐得更厲害 那你就可能安全點 買到一層樓 我們今次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第二節會回來 探討股市和投資的問題 在賣ota